韩婷的出现让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正式起来 与商界大佬见面交谈的机会是多少创业者求之不得的 但或许是他气场太过强大 眼神太过敏锐 在座的人一时都不敢与他对视 大家都有些局促 即月月于是想问问题 又怕在他面前陋怯没能留下好印象 季兴不动声色的往后挪了挪 想让身边的人挡住两人间的视线 这时 韩婷淡淡一笑 道 不说话 怕我 季兴一惊 他仓促朝他头去一瞥 他目光扫着众人 不经意从他面前掠过 季兴 他隐隐觉得他意有所指 可其他人因他这句淡笑的调侃放松下来 有几个年轻人率先向他提问 季兴默默低头执笔 一副认真做笔记的样子 他听着他们的交流 都是些企业管理和产品选择上的具体问题 很多是他在创业过程中遭遇过的 不同的是在座各位都仍有疑惑 而季兴在过去的大半年里被寒庭指点着 早在不知不觉中都解决了 这小型交流会起初还挺正常 在座各位礼貌有度 也珍惜时间 提出自己最想咨询的问题后 把提问权交给其他人 可到了下路这儿 他问题很多 从专业的到非专业的 从公事到私事 渐渐变成了他与韩婷的单独对答 季兴听着他俩聊来聊去还挺和谐 无声地挑了下眉 垂眸在本子上乱划线 但下路的问题一串接一串 还没完 韩总 我还想向你咨询一件事 您的日常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呀 他语调柔软 道 我感觉创业之后 超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怎么都不够用 听说成功人士最擅长利用时间 您能不能举例分享下怎么安排时间的 比如您今天的行程是怎样之类的 这最后一句已稍稍越线 我的时间都是秘书安排的 韩婷不知是并不太想分享行程问题 还是懒得详细解读 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举重若轻地接了过去 桌上一片笑声 下路也丝毫不觉轻视 被他这话逗笑得格外开心 季星无意看他一眼 正巧撞见他看过来 目光与他对上一秒 又平淡若水地移开去看向下路 因为后者又问问题了 季星忽然发现 他与任何人对视时目光都是极深的 专注认真 只怕纷纷秒秒就叫人沦陷 下路被他注视的眼神四处飘 脸也浮起了红色 问那韩总怎么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呀 谁都听得出这是拐着弯儿的探寻是否单身 韩婷礼貌淡笑 我家人都为东阳工作 不需要协调 这家人指他父母书版兄弟姐妹还是妻子女友 就不得而知了 他答成这样 别人也不好深问 滴水不漏到如此境界 还给人充分的尊重礼貌 季星心想自己要修炼成他这样 得多少年呢 下路还要再提问题 旁边一个男生笑道 下路你先打住吧 留点儿时间给季星 季星一愣 韩婷看向他 表情寻常 一副耐心等待他提问的模样 季星在众人的目光里 干笑着说 其实我也没什么要问的 季星你别不好意思啊 那男生鼓励他 说 你怎么胆子这么小呢 声音也细细的 他看向四周 是吧 我看着他特别害羞内向 话也特别少 害羞 内向 话少 季星 韩婷不嫌不淡地说 我看着也是 挺文静的 季星 那男生建议 韩总 你可以教教他怎么放开些 有自信些 韩婷看季星 问 想我 怎么教你 季星觉得他这话停顿不对 他简直不知道该回答想还是不想 韩总应该挺忙的 他笑着说 我怕不好意思打扰了韩总 说完自己都觉得自己脸皮厚 他打扰他是一回两回了 韩婷看着他 尚未说话 负责人敲门进来 说还有十多分钟大会正式开始 要请韩婷入座 又让众人都最后准备下 韩婷起身离开 走的时候目光从所有人面上扫过 没有忽略任何一个人 众人如沐春风 人走了 大家还未回过魏尔来 有人叹 太厉害了 下路 还那么有气质有风度 见过很多老总 但这位真少见 又年轻 我是赶不上了 人家是X三代 不是一个阶层的 我们比不了 有人唏嘘 笑道 你们女生倒是可以试试 下路不服 你这话性别歧视了呀 那人没接茶 心想刚才谁差点而没扑上去 转而对季星说 你比较倒霉 留给你的时间太短 都没来得及提问 下路脸色不太好看 季星干脆做出傻笑状 没事儿了 我比较关心过魏尔的演讲 他不知是水喝多了 还是紧张 有些尿急 他跑出去上了趟洗手间 回来的路上经过落地窗旁的大走廊 却正好碰见韩婷和几个老总走去会场 他这回是躲不掉了 一番心理建设后满面笑容走上去 见到他 韩婷跟身边几位同伴打了声招呼 脚步放慢 停到他面前 韩总好 他笑咪咪的跟他招呼 先发致人 好久不见那韩总 听说最近东阳事情特别多 你很忙 我就没有去打扰你 生怕给您添麻烦 居然反咬一口 韩婷见他这装模作样的笑容 顺他话而接着问 你听谁说的 啊 听说最近东阳事情特别多 听谁说的 季星脑子转得飞快 我看东阳 新广告比较多 想着肯定是新产品多了吗 您一定超级忙 他这歪打正着 还真被他说中了 韩婷顿了几秒 没跟他废话 问 你躲我 季星稍稍失色 四处瞟一下 确定周围没人了 瞪着大眼睛 道 我没呀 没有你打发苏枝周过来 他看着他 微微瞇了下眼 他面不改色 理直气壮 我要准备这个演讲啊 很忙的 日日夜夜都在准备呢 简直是绞尽脑汁 韩婷说 十分钟的演讲 这人不是对人很礼貌的吗 怎么专对他咄咄逼人了 他揪着手指 徒劳地说 事实 十五分钟 他说完 猛地抬眼看他 苏枝周跟你说的 所以你来了 东阳也需要 合适的宣传和拓展 韩婷说完 缓缓一笑 道 你以为我专程来看你 完蛋 季星觉得自己脸皮要烧掉了 他笨拙地强行岔开话题 道 反正就是 十五分钟也很长啊 还是要费心准备的 笨鸟多飞 我当然要多花时间 您不能拿你的标准来要求我呀 我又不像您那么厉害 天赋一饼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都能讲得那么好 是吧 韩婷被他这虚情假意的无脑吹给噎的一时 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他瞧他半晌 目光无意间自上而下随意扫他一眼 他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裙 职业感十足 英气洒洒 踩着高跟鞋 两条腿又白又长 他之前还能正常看他 现在知道这衣服底下有什么 就容易想起那晚的场景 他躺在夜色里 通体透白的跟血一样 季星捕捉到他下仪的目光 心一抖 他已自然上一看向他的眼 随意问 不冷 我穿了大衣的 放在休息室了 过会儿要上台呢 第几个 第四个 很快就到了 韩婷 演讲稿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说到正式 他表情稍稍乖了下来 我看看 哦 他立马从包里掏出纸张递给他 也很乐于给他检查 窗外秋天的天光洒进来 白纸的光映在他眼睛里 他微微点脚跟他一起看 有些期待他的点评 他看着稿纸 余光里就见他小动作动来动去的 他认真扫一遍了 说 很不错 他原本还有些忐忑 听了这话 高兴起来 真的 他把纸张还给他 交代到 把内容完整表现出来就成 纪兴眼睛亮亮的 还没来得及说话 会场那边起了动静 演讲的创业者们开始进大厅了 他伸着脖子张望一眼 韩总我要过去了 说着准备走 纪兴 韩婷唤了他一声 累 他抬头望他 他手插在兜里 问 演讲稿背熟了 他诧异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猛猛地点了点头 都背熟了呀 嗯 他叮嘱 你稿子背得挺好 别紧张 你平日里说话生而小 记得演讲时提气而 要是在台上打抖了 别哆嗦 视听一秒吸口气 记住了 眼神跟观众交流 语速得快慢合理 吐字得清晰 记心听完他这一长段话 愣愣 看他半秒 忽然笑起来 眼睛弯弯的 说 韩总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你教的小孩子了 我是星辰的老板和主心骨呢 你就放心吧 韩婷 韩婷倒愣了一下 隔半秒了 略点下头 说 去吧 累 他一扭头就飞快跑向大厅 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韩婷进会场入座的时候 大厅内已是坐无虚席 他走到第一排最中央的座位旁 解开西装扣子坐下 一旁 陈总说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说这人上哪儿去了 韩婷 被组委会拉去搞了个什么交流会 难怪 老刘还开玩笑说你半路遇见了个小妹子 韩婷 是金儿演讲的小朋友 问我点儿问题 陈总 原来如此 韩婷 横竖没事儿 搭把手 会场的灯光稍稍掉暗 台上灯光璀璨 台下也安静了下去 很快 主持人上台 做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开讲词 韩婷听下来 无非是一堆官腔 前几个演讲的人都表现不错 将自己的创业史 公司的亮点和特点交代得很清楚 只不过稍显紧张和官方 虽说台下众多企业家和投资商 这是他们最好的展示机会 可把演讲生生变成宣传片和推广词 难免叫听众乏味 毕竟 这些话在场之人哪些不是听过无数遍 那些拐弯抹角的自夸 明扁时包的伎俩 在座的各位大佬们哪个不是一眼能辩 韩婷记得季星的出场顺序是第四个 前三个都是男生 他这个顺序是有优势的 第三个演讲者下台时 韩婷鼓着掌 瞟了眼台后 隐约看见季星的身影在幕布后晃动了一下 他收回目光 台上主持人已开始介绍 现在有请星辰科技公司总经理 季星 台下掌声一片 就见一位年轻姑娘仪态大方的走上台 他唇寒微笑 从容自若走到演讲台前 将稿子放在台上 抬手拉了下话筒 韩婷看着他这一套动作 觉得有些眼熟 想了想 忽然就没忍住弯了下唇角 他抬眸看向观众席 目光清澈 微微一笑就开讲道 其实我是个特别差劲的创业者 这话稀奇 在场之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 创业初期我什么都没有 拿着一个概念就去拉投资 可能我误解了天使投资这四个字 以为投资人都是天使 台下笑声微起 他脸颊因紧张而红透 脚下打着抖 语气听着却格外平静 说出来不怕笑话 当时我想要两千万 还只给人百分之十的股份 现在回想都觉得丢脸 当时拉投资遇到一个骗子 那骗子跟我聊完之后说 姑娘 我一直以为我会忽悠 不想今天遇到高手 你比我厉害呀 轰堂大笑 韩婷再度弯了弯唇脚 目光聚焦在他脸上 他看得出他很紧张 手指一直掐着讲台 高跟鞋上小腿轻轻抖着 但他表现得异常稳定 让人注意不到那些小细节 他语调轻松 自然有趣地讲述着一路走来的经历 如何借着别人的名头骗人 如何热心参加饭局 但仍没有人脉 所有经历皆来源现实 恐怕台下不少人都回想起各自年轻时的经历 所以 创业是骗人吗 他讲完 话题一转 不是 至少今天能站在这里 足以证明我不是骗子 我或许天真 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一腔热情投入进来 摔了很多跤 走了很多砍 但我好像也不后悔 或许我就是那类人 不会等条件 等时机 全凭理想和意气一头就冲过去 兵来降挡水来涂掩 这世上有很多凡事都准备好了再行动的人 也有我这种先出发再一路修修补补去学习的人 我这种人 也还不错 他说到此处 目光无意看向韩婷 韩婷与他对视着 下一秒 他眼神移开 看向其他人 他在看到他演讲稿的时候就发现了他的另辟蹊径 比起推广星辰和产品 他选择了推广自己 推广寄星 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他给人印象深刻 介绍完自己的创业历程 他开始介绍星辰 我就是用这种非常规的方法 属于我自己的方法 把星辰做起来了 我们的骨骼融合器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这是最新的实验报告 他拿激光笔指着PPT页面 介绍 我们开发的其他一系列骨骼产品也在研发中 星辰正致力于改变生产模式 生产出更多能大大降低成本的私人化 定制化植入式医疗器械 带他简明恶药的介绍完星辰的骨骼产品体系 演讲进入到尾声 他一句简洁有力的话为此次演讲收尾 我是季星 星辰科技的季星 专注3D打印骨骼类植入器械产品的季星 谢谢大家 台下掌声雷动 韩婷鼓着掌 听见身边的几位老总议论不断 季星 这姑娘不错呀 长得也漂亮 是很聪明 选择拿自己打品牌 韩婷看着台上的女孩 看她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回荡的掌声中 她开心的忍不住偷偷点了点脚 才大步走到讲台外 对众人深深居了一躬 她真的不是当初那个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她手把手来教的小孩儿了 她想